这个写完 所以你会发现关键的地方就是读到这个物件 它会放在这个叫档案物件里面F 这个F名称当然不见得是一定叫F 你可以取别的名字也可以 利用这个F物件 它有一个方法叫ReaderLine 然后做小瓜 然后读到字串做切割 print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就已经资料过来 可是它里面是放字串 所以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 当然我会需要几个变数 total应该要 total等于0 就是说我将来要放最后的总分 放total 所以需要 那ins go就不用了 因为这个部分的程式就可以删掉 或者你把它注解掉 因为底下这些东西只是做人工输入需要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读档 那我就不需要了 所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来什么 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的话就是最高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共有几个的话 基本上已经就输入了 所以这个ok 这个地方的话 total等于sum 如果你执行的话应该会错 错在哪里呢 我刚刚有提到 有没有 因为它里面是放字串 那如果你用sum的话呢 因为sum只能针对什么 数字哦 ok去做加总 但你放一个字串给他 他应该会卡住吧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值息 你会发现哦 应该会卡在哪里呢 跟你讲说卡在这一行 哎有没有 type l 而且告诉你说啊 你形态不对啊 因为里面呢 它只支援呢 这个int的累加 可是你却给我一个stream 那叫我怎么加 ok 所以我没办法帮你做unsupport 有没有 他跟你讲没办法 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像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变成只能用下面这个方法 下面这个方法就是什么 我逐一逐一的做 我不能用全 变成我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不用减一 ok 从零 也是从这个89分先抓过来 那89分一直抓 抓到哪一个呢 抓到总长度这么多个 ok 那这么多个它从零开始 ok 所以刚好最后一个 比如说怎么样 2 4 6 8 10 11个 那也就是LEN 就11 那也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0 到多少 到11嘛 可是它应该是跑到10为止嘛 这个是0嘛 index0 1234 跑到这里刚好10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LEN 为什么这边LEN 因为这个LEN是11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概念吧 ok 好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它里面的词抓出来之后 有没有 把0放 抓出来记得要做一件事 外面加int 小瓜糊 把它转成整数 或者如果里面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以用Floz 或者用刚刚讲过的Evo 这也可以啦 我用这个方法 我用这个方法 比较万用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用担心说 将来里面会有小数点的问题 ok 好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89分 放过来之后 帮我把外面的符号去掉 留下89 累加89 87 一直到54 好 加完之后 底下应该都ok的 再帮我做平均 然后再帮我什么做输出 这边最好 这边的话呢 几分 其实我词词上好像有加一个 这个冒号D 冒号D指的是整数 ok 所以将来 当然你不加 其实不影响 为什么 因为反正他就把资料放 因为他本来就整数 如果你要取到整数的话 你以他另外的方法 冒号D也可以 ok 好 那最高分 最低分 应该这样程式就ok了 我们把结果 把它clean的出来看看 资新 那你会发现输出 总共11个 没错 然后总分就得加完 total 然后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也没问题 最高是98 应该没错 最低应该是25 也没错 ok 但这个最后的结果 大概就这样 特别至于另外还有一个 刚刚这个地方 至于要不要负档名 其实也两可 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加个负档 因为如果你没有负档名的话 感觉还蛮奇怪的 因为档案里面没有负档名 真的不知道怎么分类 他的负档名就是他的 应该放哪一种档案类型 ok 如果没有档案类型 基本上 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把刚刚这个地方 讲完了 所以我又把我刚刚的程式 也放在第五页的部分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你希望把档案写出去的话 有没有 存档也非常简单 刚刚是R模式 你把它改成W模式 那你要存什么档 就存这个资料 它就帮你写出去了 ok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 像我们刚刚这个ch.tst 是我们自己手动的 可是如果将来 你不要手动的话 你其实可以 可以 就是假设我这边 先把它注解掉 我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 因为ch.tst已经有了 那我就eng 英文成绩 那我可以怎么写 如果要写出去 我可以这样子 写出去的话 比如说我要写出去一个eng.tst 然后它是要写一个档 w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就用最后的结果的话 就f 点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write 写出去就是它的成绩 比如说我希望它的成绩 就放什么样 多少成 就是放这些 我看这边也已经有 ok 假设我希望把我写出去 就写这些成绩 就有点像我们自己打上去一样 就这两行而已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完之后 这边理论上呢 会在这个里面 会出现一个这个档 帮我放到这边来 应该放1 简单放到下面这边 好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写出模式 这边有出现错误 它说什么 write 它说tuple object tuple 少写什么 open ok 少写了一个open 意思跟刚刚一样 其实就是这两个 open ok 入境给它 然后open完之后 产生一个F5键 好 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只是说它没有讯息 但是这边会帮你产生一个eng 只是说你为什么没出现 按右键 refresh一下 因为它没有重新整理 它不会出现 或者按F5也可以 refresh 不许eng出来了 资料就出来了 也就是以后你要存档的话 非常简单 就两行 就是直接写这两行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更复杂一点的资料 刚刚非常简单 就只有选成成绩 但问题来了 成绩里面 到底是谁的成绩 人民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成绩应该不止一个 有国文 有英文 有数学 有一个一堆成绩 如果说就像Excel里面不止一个栏位 那怎么办 那在Python里面如果处理多个栏位的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会发现 这个你可以真的可以把它想象成 拿Python来做Excel的事情 Excel是看得到的 相对的会比较好理解 OK 那实际上你会发现 感觉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Python要自己写程式 那在Excel的话是有图形化界面 相对的当然会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能够具体化一些些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除了成绩之外 我们再来看比如会员资料